我的老婆已经出差一个多月了 每天晚上 我只能靠着片子自己解决 可这哪能和真枪式干比啊 每天晚上 我都数着日子盼望着老婆回来 一天晚上 我正在兴头上 跟着电脑里的人物 手下的动作疯狂不停 咚咚咚 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声音非常大 把我吓了一跳 小兄弟也瞬间萎靡了 妈的 这要是被吓废了 谁来负责呀 气得我立刻站起身 一把拉开卧室的门 出去开门 我脸色难看得厉害 打开门就想好好教训教训外面的人 什么是礼貌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一具温热风韵的身子 突然扑进了我的怀里 淡淡的忧香让我的话堵在了嗓子眼 呜呜呜 幸好你在家 我吓了一跳 面色也缓和了下来 她是沈梅 刚搬来的邻居 沈梅有一米六五左右 身材前凸后翘 极为火辣 之前在电梯里遇见的时候 每一次都看得我心痒难耐 此刻 沈梅趴在我的怀里求我保护她 她好像是刚洗完澡 穿着一身吊带衣裙 裙子非常短 紧紧能够遮住屁股 我抬起手拍了拍她的肩头 稳定她的情绪后 问她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我们家下水到堵了 我找人来维修 那个维修工竟然想 想对我 说到这里 沈梅潸然泪下 秀奇的眉毛微微皱起 连哭都看得让我沉醉 沈梅的话没有说完 后面的话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我却明白了大体情况 维修工竟然对沈梅动了歪心思 沈梅羞红了脸 安安静静地趴在我怀里 激起了我的保护欲 沈梅虽然已经年过三十 但身材保养得仍然很好 嫩滑的肌肤让我有些心圆意马 在妻子出差这段时间 我可是非常寂寞 我的手不自觉地往下滑 沈梅好像突然惊醒 一把摁住了我的手掌 别这样好吗 我的大脑一下子清醒 意识到自己的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 心里暗自骂了自己一声 连忙道歉 收了回来 我刚想关门 沈梅却小声制止了我 那个 你能去我家看看那个人走了吗 我不敢回去 她的声音柔柔弱弱 尾音还有些颤抖 当然 面对这样一位美女的要求 我自然则无旁贷 我转身回家拿了根棒球棍 又递给沈梅一把菜刀 才小心翼翼打开了沈梅的家门 家里灯火通明 一眼望过去并没有人影 沈梅偷偷给我指了指卫生间的门 我巧声过去 一把打开 没有人 紧绷得神经松了松 我看向沈梅 是不是已经走了 我猜测那个下水道维修工是建设起义 见沈梅一个人在家才动了胆念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把沈梅家能藏人的地方都找了个遍 见没人藏匿 才真正松了口气 沈梅端着一杯水过来 有些不好意思 今晚 真是谢谢你了 我接过水时 不知道是不是无意 感觉沈梅柔嫩肌肤划过我的手背 让人心里痒痒的 想起刚才的事情 两个人都有些尴尬 身上的火还没消下去 我也不敢多呆 刚才差点就越过线了 我猛喝两大口水 看向沈梅 这样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你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就行 不 我刚起身 就被沈梅一把拉住 滑嫩的小手格外柔软 她坐在沙发上仰头看我 单薄的吊带根本遮不住什么 露出白花花的一片 成 我 我害怕 那个人万一再回来 我该怎么办呀 你能不能陪我 说出这句话时 她的小手轻轻扣着我的掌心 酥酥痒痒的 还没等我有什么反应 她就拉着我的手放在了身体上 带有温度的暖意 触感又滑又嫩 我的手劲儿有些大 留下了一片嫩红 沈梅有些害羞 双腿微微病拢 并没有制止我的动作 但有默认的意思 反倒是我 被沈梅这声柔味的嗓音唤醒了魂 何海呀何海 你看看你在干什么 你对得起跟了你七年的妻子吗 我刷的一下收回了手 慌乱地逃回了家 沈梅美好的身体身躯在我脑海浮现 手下隐约还残留有滑嫩的手感 我没有忍住 以着房门 把手伸进裤子里 后面几天 我陷入无尽的悔恨中 打电话给我的老婆 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怎么 你想我了 是不是一个人寂寞了 老婆一听就明白了我的想法 在电话那一端不断打去 我也没遮掩 都是老夫老妻的 希望她能快点回来 老婆也明白我的意思 声音娇羞 笑着骂了我一句死鬼 老公 等我回去 给你一个惊喜 道 自从那晚过后 沈梅没有再来找我 我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静 好像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偶尔晚上想起她 我都会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欲望 自己可不能做背叛妻子的人 我以为我俩的事情已经结束 却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一连串事件 让我逐渐走进深渊 有一天晚上 我的发小给我发消息 海哥 今晚有空吗 他叫李东 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现在在一家公司上班 怎么了 今晚有个游轮活动 一起来呗 李东交友广泛 在大学的时候玩得很开 酒吧夜店对他而言都是小意思 他一说游轮活动 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正经活动 哎呀兄弟 嫂子出差这么久 兄弟我也知道你最近很难 出来耍一耍 咱们就待一会 兄弟 不要这么耸吗 七管言可不好 李东话里话外都在刺激我 我本来也不是个意志坚定的人 一冲动就答应了 等到了现场我才知道 这哪是游轮活动 应该叫泳装盛宴 怎么样 兄弟没骗你吧 这都是些美女 要身材有身材 要相貌有相貌 李东见我满脸震惊 揽着我的肩膀继续道 兄弟 我这可没藏私 这里面的妞 你看上哪个直接出击 说完 还给我露出一个大家都懂的表情 放心 我绝不告诉嫂子 说完 自己就先朝着一个 肤白貌美的金发女人走了过去 没一会 女人就被她聊得羞红了脸 李东揽着她往上走 回头朝我几眉弄眼 一脸春风得意 我知道 她这是得手了 李东刚刚告诉我 游轮二三层全是房间 到时候有看上的直接带去三楼 在游轮上一眼看过去 全都是身材火辣的美女 穿着泳衣 白花花的肌肤裸露在外 极具享受 我拿着一杯酒 并不打算真干什么 准备坐沙发上歇一会就走 一扭头 突然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 沈梅 她怎么在这 我有些震惊 没想到她竟然在这里 沈梅穿着一身纯白的泳衣 胸部傲人 薄薄的两块布根本遮不住什么 反而显得更加挺拔 深邃的沟壑让人看得双眼发红 我咕咚咽了口口水 上次怎么没发现 沈梅的身材比我老婆更加优秀 此时 她身边围着两个男人 正在不停地给她灌酒 期间 两个人的眼睛 还不怀好意地上下打亮着沈梅的肌肤 尤其在胸部停留的时间格外地长 沈梅脸颊已经泛起薄红 看样子喝得不少了 两个男人见时机差不多 对视一眼 拽着沈梅往邮轮三楼走 意思不言而喻 沈梅不断挣扎 但一个醉酒女人的力气 怎么敌得过两个男人呢 周围的人见怪不怪 只是扫了一眼就没有多管 一股无名怒火冲上脑袋 我没有多想 立刻上前拉住沈梅的胳膊 放开她 你谁呀你 懂不懂规矩 其中一个男人有些恼火 看着我骂道 兄弟 先来后道懂吧 道 咦 海哥 沈梅还是有点意识 看见我后立刻扑进我的怀里 海哥 每每好想你啊 剩下两个男人见我们俩认识 最终还是不太敢把事情闹大 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摸了摸沈梅脑袋 把她拉到沙发上休息 沈梅似乎久近上来了 脚步有些不稳 我有些担心地上前扶住她的胳膊 满脸担忧 没事 我就是 没等她说完 沈梅脚下一个亮枪 连带我一起摔在了沙发上 而沈梅正好趴在我的大腿间 温热的气息透过薄薄的泳裤传了过来 我的下面有了反应 泳裤可遮不住什么 周围都是人 我有些尴尬 连忙想拉沈梅起来 沈梅抬起头看着我 脸颊通红 眼神迷离 沾了酒嘴唇在灯光下散发出诱人的光泽 她舔了舔嘴唇 下一秒轻轻咬上了我的耳朵 我呼吸一顿 感觉一股火向下面窜去 沈梅伸出舌头舔了舔 耳边是她带着酒香的交喘声 海哥 我热 轰 我再也忍不住 一把抱起倒在我怀里的沈梅 静止奔向邮轮三楼的房间 我找了监控房间 把她放在沙发上 沈梅英宁一声 身体扭动 眼前一幕让我差点崩溃 她睁开眼睛 里面有些迷人 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具有诱惑 我渴了 你能给我点水吗 她紧紧盯着我的眼睛 红色的小舌舔了舔嘴唇 带有的暗示不言而喻 我咽了口口水 这个情况哪个男人能忍住 一个猛扑就堵上了那张 想了很久的小嘴 和我想的一样嫩 一样甜 还带有轻微的酒香 正当我准备进行下一步时 沈梅娇羞地轻轻推开了我 两个脸颊粉红一片 别着急嘛 先让人家去洗个澡 我忍着兄弟爆炸的痛苦 挥手让他赶紧去 沈梅羞涩地扫了眼 不好意思地跑进了浴室 浴室玻璃是磨砂的 模糊的身影让我心圆一马 之前怎么没发现 沈梅这么好看 哗啦啦的水声很快就停了 短短十几分钟 像是过去了一年 终于浴室门开了 沈梅带着一身水汽走出来 我看过去震惊在原地 没想到沈梅这么大胆 她竟然什么也没穿 我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景色 刚刚下去的火腾的一下又上来 沈梅乖巧地来到我怀里 直接堵住了那张渴望已久的红唇 别在这里 沈梅推丧着我 一起往床边走去 我正准备进去的时候 突然 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 沈梅的双腿还缠在我的腰间 眼睛里满是一汪春水 她拉着我的手 不管她 我们继续 这是我老婆单独的铃声 不断地声响让我心底有些发慌 我拍了拍她的腿 示意放下 走到窗边去接电话 喂 老婆 一开口 我却发现我的声音格外沙哑 我吓了一跳 生怕老婆发现什么不对 连忙灌了两口水 你在干什么呀 这么久才接电话 老婆有些埋怨的声音从手机传来 我尴尬地笑笑 保持声音的平静 没什么 刚刚在洗澡 没听见 行了行了 我这次来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老婆对我很放心 轻易地相信了我的话 没有任何怀疑 什么好消息 我的内心突然有了种不好的预感 我提前回来了 我提前回来了 已经在路上了 一会就到家 听到这 我彻底傻了 老婆的话如一盆冷水浇下 彻底消灭了我的浴火 我刚刚和她说我在洗澡 要是回到家没见到我 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了 老公 许是见我长时间没有说话 老婆有些奇怪 你不高兴吗 不 我是太高兴了 那我在家等你回来 挂断电话 我顾不上和沈梅解释 穿上衣服赶紧打车回家 临走时 沈梅永远地在床上看着我 大大的眼睛里饮满了泪珠 我叹了口气 沈梅 对不起 等我回到家 老婆还没回来 我赶紧去浴室洗了个澡 把今天的衣服都扔进洗衣机 等我做完这一切 老婆刚好打开门 老公 我回来了 你有没有想我 老婆一上来就给了我一个 大大的拥抱 亲密地亲了我两口 我热情地回应着 这段时间没有撒出去的火气 立刻涌了上来 一发不可收拾 等我想要脱下她的衣服时 妻子神秘一笑 挡住了我的手 先等等 给你看个好东西 我有些无奈 最终还是忍下了冲动 反正不差这一回了 老婆拉着行李箱进了卧室 过了一会 里面传来她的声音 喊我进去 等我进去的时候 只有一盏昏暗的床头灯亮着 妻子穿着一袭兔子套装 乖巧地看着我 娇好的身材被衣服衬托得更加诱人 昏黄的灯光打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我立刻把她拥入身下 妻子今天也很主动 双手环绕住我的脖子 最后 我们一起攀登上快乐的高峰 到了第二天 我醒来后 发现老婆一脸满足地窝在我的怀里 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老婆在外出差 都不忘我的需要 还去买了情去内衣 而自己这段时间在干嘛 差点没把持住婚内出轨 一想到这 我更是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我和老婆大学认识 一起打拼 才有了今天这份事业 我在公司坐镇 而我的老婆是项目经理 经常出差对接项目 在一起七年 这份情意没有任何水分 我下定决心要斩断与沈梅的联系 连着好几天在公司加班 而妻子手上正好接了一个大项目 每天也是忙到脚不沾地 这天晚上刚到家 发现对面地上摊坐着一个女人 看样子 正是沈梅 她好像喝醉了 一身的酒气 闭着眼睛依靠在墙边 我克制住内心的想法 没有上前 而是准备打开门回家 妻子早已经回来 这个点应该都睡了 还没等我输入密码 沈梅一下子从后面抱住了我 一股心香带有酒香萦绕在鼻尖 海哥 海哥 不要不理我 她像是一只受伤的右手 一直在我背后磨蹭 蹭得我的火气都快上来了 我转过身 把她推开 沈梅 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我不能对不起我的老婆 沈梅眼眶红了 终究没有再说什么 走回家的路有些亮呛 没走几步就摔倒在地 我有些不放心 问她家的密码是多少 想要先把她送回家 一个醉酒的美丽女人在外面 是非常危险的 沈梅很顺从 被我搀扶着进了家门 我把她放在沙发上就想走 却没想到沈梅竟然一把拉住了我 把我推倒在沙发上 沈梅 我们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沈梅用嘴堵了上来 滑嫩的小蛇紧追不舍 我的理智逐渐崩塌 我紧紧搂住 沈梅纤细的腰肢 手掌不断抹撒 耳边传来娇媚的喘息 让我逐渐陷入沉沦 完全忘记妻子还在隔壁等我 第二天 我醒来的时候 沈梅还安然地窝在我的怀里 双手紧紧抱着我的胳膊 我小心翼翼地下床 还是把她吵醒了 沈梅并没有说什么 直接起床向浴室走去 紧紧套着一身单薄的睡衣 期间还不忘回头朝我抛了个媚眼 眼角的风情让我的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 妈的 真是个妖精 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 沈梅浴室的门并没有关上 留着一道缝隙 想起刚才沈梅对我的勾引 我没忍住 冲进浴室再次紧紧抱住了沈梅 荒唐地度过了一个早上 迟来的愧疚感将我淹没 已经上午十点多 按照每天的习惯 老婆应该早就去上班了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家房门 发现妻子正坐在沙发上看我 昨晚你去哪了 她面无表情 我心里咯噔一下 难不成昨晚的事情暴露了 不行 不能自乱阵脚 我搬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台词 昨晚喝多了 在兄弟家睡了一晚上 哪个兄弟 把电话给我 老婆明显不太相信 要我手机进行检查 我心里松了口气 幸亏没来得及加沈梅的联系方式 微信里都是工作内容 老婆翻了下手机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下一句话 却让我心里敲鼓 把你兄弟的电话给我 我自己问 很明显 老婆并没有相信我的说辞 毕竟结婚这几年 我无论喝得多醉 从来没有夜不归宿过 看着老婆不打电话 不罢休的样子 我心一横 爆出了李东的手机号 只希望这个家伙识趣点 能给我掩护过去 果然 等妻子说明来以后 李东哈哈笑了一声 非常自然道 嫂子你就放心吧 昨晚海哥在我家睡的 他说害怕你担心 一醒来就要往回赶 李东的话让妻子缓和了脸 也让我彻底放心下来 行了 快去洗个澡吃饭吧 我先去公司了 妻子健壮没有再怀疑 相恋七年的感情 谁都放不下 等妻子走后 我连忙给李东 发了个大红包 兄弟 谢了 请你吃饭 李东非常够意思 让我以后这种事 找他就行 绝对不露线 自从打开了枷锁 我逐渐在深渊中沉沦 沈梅的热情大胆 是我在老婆身上 没有体验过的 每次都能给我 极致的欢愉 逐渐的 我心里的天秤 开始失衡 对于妻子的爱和誓言 好像也在平淡中忘掉 我学会了和妻子说谎 经常去沈梅家里 有时候白天 有时候晚上 而李东总是能恰好地 给我打掩护 还好妻子这两天忙项目 有时候甚至睡在公司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我一边纠结愧疚 一边抵挡不住 沈梅的诱惑 人有的时候总是这么贱 管不住自己 我和妻子一般白天 去公司上班 只有晚上回来 这一天 我忘了带一份文件 因为比较重要 我思虑再三 还是决定自己开车回去拿 等我刚到楼下 还没下车 就看见楼下 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沈梅 我刚想叫住她 却发现她一脸高兴地 扑进另一个男人的怀里 我的脸瞬间就黑了 一股无名的怒火 从心底窜起 感觉到一种被人背叛的感觉 男人背对着我 看不清面容 但我总感觉 她的身影有些熟悉 我们隔得不远 沈梅和男人的话 隐隐约约透过窗户传了过来 东哥 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快了快了 你再忍耐一下 能我们拿到资料 就可以彻底自由了 到时候你想去呢 咱们就去哪里 两个人越走越远 到了后面有些话我听不清了 我深深皱起眉头 拿不准两个人在背后搞什么阴谋 两个人相拥着进了车 我小心地驱车跟在后面 最终到了一家酒店 男人下车时露出一个侧脸 我像是被雷击众一样呆愣在原地 是他 那不是别人 正是我最重要的好兄弟 李东 两个人非常亲密 沈梅脸上有我熟悉的笑容 不用想也知道两个人进酒店干啥 我一个人坐在车里 整个大脑嗡嗡的 搞不清现在什么情况 沈梅怎么会和李东在一起 沈梅知道李东是我的好兄弟吗 我突然有种预感 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我现在气到发慌 想要冲进去质问他们 但最终还是保持了理智 沈梅毕竟不是我的老婆 我没有任何立场管他们俩的事情 这件事闹大了 谁也不好看 我坐在车子里想了很久 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都过了一遍 才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第一天晚上沈梅来找我的时候 说她家里有维修工 可是我们是邻居 如果维修工出来肯定逃脱不了我的视线 其次就是那场奇怪的泳池聚会 自从我结婚之后 李东很少再来找我 怎么那天会这样巧 打电话叫我去邮轮 而沈梅又非常巧合地出现在邮轮上 面对认识的人遭遇麻烦 任何人都应该不会袖手旁观 想到这 我彻底坐不住了 我必须要证明一件事 驱车回到小区 找到物业管理 我说我家进了小偷 要求调出监控 监控设在电梯里 我看了那一晚的录像 并没有发现维修工人的踪迹 我又不死心 如果维修工人没有走电梯呢 我又让管理人员给我调出 我们这栋楼门口的监控 看到最后 我越来越愤怒 原来 和我猜想的一样 那晚根本没有维修工人 是沈梅在骗我 我们俩一开始的相见 就是一场骗局 我就说 他为什么能那么巧 等我老婆出差的时候 才会晚上敲响我们家的房门 包括那一晚门口的醉酒 在我上楼之前 他一直非常清醒 我气得浑身站立 眼睛里满是被人欺骗的怒火 他们这是耍我玩呢 原来我以为的感情 其实只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好的局 就等着我往下跳 认清楚这件事后 我彻底恨上了这二人 不过我也想知道 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为了搞清楚两个人背后的阴谋 我给沈梅发了条消息 说我晚上会去她家 到了晚上 我冷着脸坐在沙发上 而沈梅则娇柔地握在我的怀里 手上还不忘亲自递给我水果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感动到不行 说不定两个人擦前走火又是一次 可惜今晚我没有任何冲动 想起今天中午看到的事情 任何阴影都消失了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再看沈梅 再也没有了青春美丽的感觉 她脸上的笑容让我有些恼火 我冷冷看着她 沈梅 你有没有事情瞒着我 沈梅愣了一下 眼里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就被笑意掩盖过去 说什么呢海哥 我早就是你的人了 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说完 她偷偷打量着我 发现我不为所动 脸上也逐渐有些慌乱 我知道 她是害怕我知道了什么 我把打印的视频截图扔在桌子上 历声道 你一直都在骗我 沈梅 我给过你机会了 如果她刚刚可以坦白 我或许还能看情况处理 但现在 我看着她脸上惊慌失措的表情 已经晚了 不不 海哥 你听我说 我是太喜欢你了 我才不得已走到这一步的 我闭了闭眼 没想到到这个时候 她还在撒谎 说话间 她还不忘握住我的下面 小心翼翼地伺候我 可惜 我现在不吃这一套 我闭开她的手 你和李东什么关系 一听到李东二字 沈梅表情彻底变了 她知道事情彻底暴露了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两久后 她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瘫坐在沙发上 你都知道了 见她这个样子 我简直气不打一出来 这么长时间 我竟然像个傻子一样 被蒙在鼓里 被两个亲近的人 耍得团团转 沈梅 我不管你和李东什么情况 从现在开始 咱俩没有任何关系 说完 我就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我不知道 沈梅在我走后 拨通了一个电话 东哥 他知道了 计划提前 虽然不知道沈梅 什么时候和李东勾搭上的 但我已经彻底 拉黑了他们两个人 我以为这件事 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后面 才是我的大麻烦 晚上我回到家 老婆坐在沙发上 面前放着一堆照片 我离得远 没有看清楚 以为她在看什么 过去的老照片 笑着上前 在看什么呢 这么认真 话音未落 我呆愣在原地 内心不可控地 恐慌起来 那些照片 竟然都是我和沈梅的私房照 在床上 沙发 卫生间 我抖着手 慌乱地翻看着这些照片 彻底软了腿 瘫坐在地上 彻底完了 我没有想到 沈梅和李东 一开始就留了后手 我苦笑 怪我自己太大意了 竟然着了别人的道 老婆看着我 眼里满是失望 何海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而这些照片 就是你给我的回答 不是的老婆 你听我说 我被骗了 是他们陷害我 我彻底慌了 拉起她的手就想解释 老婆 你信我 你信我 我爱的只有你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老婆看着我哀求的样子 丝毫不为所动 失望知情一余言表 结束了 何海 我们结束了 我一脸死灰 知道这件事 已经彻底伤透了她的心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更让我想不到的 李东竟然把这些照片 发到了公司 闹得人尽兼之 我们公司的股价 一落千丈 就连刚刚得到的大项目 也彻底黄了 老婆含了心 要和我离婚 我自觉对不起她 把公司卖了 给她留了三分之二的财产 出现这件事后 老婆走了 就连对面的沈梅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搬走了 空荡荡的房间里 只有我一个人 再也没有老婆温柔地 关心与叮嘱 我喝着酒 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里的新闻 突然一则财经报道 吸引力我的目光 那是李东 他竟然是一家公司的 项目管理人员 此时他脸上春风得意 因为刚刚签订了一个大项目 我看着项目的名字觉得眼熟 直到后来才想起来 那是我们公司一直负责的 原来 原来是这样 我嘴角露出苦涩的笑容 原来他们是为了这个 只恨自己失了眼 没能够发现他们的阴谋 那是我们公司一直负责的